今天主要是对手不是特别强 然后其实开局领先了一些之后 打得有一些不严谨 然后有些松懈 然后可能就是还是 没有完全体现出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发挥吧 因为对手肯定也一场比一场强了 然后我们也会做更多的困难准备 然后去把每一场去打好 然后尽可能去专注于每一场比赛 确实肩相对于我们来说有点陌生了 好像肩相是好多好多年之前的事情 然后我们现在也尽可能需要做到 打完一场比赛抓紧休息 然后去保留精力和体力 去准备后面的比赛 那当然 熟悉的感觉 很有安全感 其实对于我男双的话 其实这条线分的不是特别好 就是场场都是硬仗 然后所以我也没有考虑的太远 就尽可能把我们在场上的表现表现好 然后尽可能去往远的地方走吧 对 因为我今天是对正于李文妹嘛 然后我觉得对手也是很强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尽力打吧 然后就是也希望说是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去赢下这场比赛 但是还是需要努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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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